这个小女孩春游时被恶狼追捕摔倒在地 就在他不知所措要成为恶狼的美餐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他用双眼恶狠狠的羽狼对视着 因为大人曾告诉过他 遇到猛兽时只要看着他的眼睛 猛兽就不敢攻击人类 但是最后恶狼还是因为小女孩的畏惧 向他们扑了拐 小男孩健壮急忙挡在女孩前面 恶狼紧紧地撕咬着男孩的胳膊不肯放开 看着男孩被咬得鲜血直流 身旁的小女孩被吓坏了 他不断地问着小男孩现在应该怎么办 然而小男孩却淡定地告诉女孩 让他不要出声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后 小男孩见时机成熟 于是就用左手摸了摸恶狼的头 起料恶狼瞬间就松开了嘴巴 变得乖巧起来 男孩说完恶狼就听话地离开了这里 小女孩则看着这一切不敢说话 恶狼走后 小女孩看着男孩被咬伤的胳膊 他自责地哭了起来 因为他害怕男孩流血死去 在男孩的细心安抚下 终于恢复了平静 随后两人就坐在地上聊了起来 男孩英雄救美之后 便开始自豪地介绍起自己 说他是百年客栈管家的儿子 他经常一个人在森林里游玩什么都不怕 可就在他洋洋自得的时候 树上一只大蜘蛛正吐着蛛丝滑下来 下一秒 小男孩就被吓得跳了起来 在暴露自己害怕蜘蛛后 小男孩请求女孩 让他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要不然他就要女孩嫁给他 然而时光飞逝 当两人再见面时已是十年之后 长大的小女孩乳卫在林中意外救下小男孩江志 但是此时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就是当初的那个人 而乳卫碰巧在第二天入住客栈时 再次见到了他 这时他才想起十年前在百年客栈的那个小男孩 为了验证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 乳卫故意说地上有蜘蛛 果不其然江志一听直接吓得连连蹦跳起来 这也证实了他就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 然而乳卫并没有告诉江志他的身份 因为法师曾告诉过他 他将在新月的桃树下遇到爱情 但是法师却建议他要远离遇到的那个人 而昨晚救下江志后就是在新月下的桃树旁 为了弄清法师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乳卫再次找到法师 他问法师为什么自己不能和遇到的那个人在一起 法师则告诉他这是上天注定的 若是他们两人走得太紧 其中一人必会死亡 并且没有任何破解之法 夜晚 乳卫因为法师的话独自在百年客馆内舞剑发现 刚舞完身后就传来了一阵掌声 江志连连夸赞他的剑法了得 可还没聊上几句 江志就冲上去把乳卫扑倒在地 原来是有刺客使用飞镖偷袭 两人一路追寻 终于追到时却看到离奇的一幕 只见黑衣人不断地幻化出分身 随着分身越来越多 他们也被包围了起来 动起手时这些分身怎么也杀不死 几番交战下来 两人已经被分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这时乳卫告诉江志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真的 只要抓住那个真身 这些分身就会失去力量 终于在真身用尽全力要给乳卫致命一刀的时候 江志挺身而出用手挡在了乳卫前面 这一幕让乳卫想起了十年前 江志替他挡下恶狼的画面 趁着黑衣人的真身还没有反应过来 江志一脚就将他踹倒在地上 周围的分身也随之消散去 但是下一秒 乳卫却开始对着江志怒吼 他责怪江志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替自己挡剑 要是偏了一点 剑就会刺中要害 他害怕法师说过两人中有一人会死去的话 验证得这么快 乳卫说完就生气地离开了这里 当江志将黑衣人抓起来摘下面罩时 发现黑衣人竟是昨晚赵老六身旁那个和他动手的护卫 泰西提议让管主将黑衣人送到官府去报案 但是管主觉得此事并不简单 于是选择了私自将黑衣人关起来 第二天 泰西找到赵老六 说他们已经抓到了他派来的刺客 他想要让赵老六亲自到百年客馆给他父亲一个解释 其料赵老六转身就找到了当地父母官 说他派去追查反贼的密探 被百年客馆私自抓捕 他要求衙门派人去百年客馆进行搜查 与此同时 百年客馆内管主正在举行女儿婚式的聘礼交接仪式 然而就在仪式开始时 院门却被突然推开 一群官兵就闯了进来 随后官兵们就开始在客馆内搜索起来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昨晚的那名刺客 紧接着地方官就找来了赵老六 让他来现场指认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密探 当赵老六确定时 泰西急忙接过话 说这个人是昨晚抓到的刺客 但是却被赵老六将了一局 他反问泰西如果是抓的刺客 为什么不选择报官而是私自积压 赵老六的一番说辞 竟让泰西和管主无话可说 还说百年客馆抓他的密探 肯定是因为他们要判骨 而地方官也被赵老六蛊惑 在赵老六的一声令下 他们就将管主绑了起来 就在此时 管主的女儿清赵也闻声赶来 然而当赵老六看到清赵时 他却走到管主面前说道 你女儿太严重了 你女儿太严重了 我女儿女儿女儿 我女儿太严重了 我女儿太严重了 您站住 我记得 中国台队 队 几十 二 到了 陆